hello大家好 相机不重样就看Jayson样 今天和大家谈谈X-Pen吧 因为这是我前两天 录首的一台胶片相机 然后我发了一个视频 是关于这个相机原主人的 在油管上 大家有兴趣可以看一下 讲讲为什么会想买这个相机吧 就主要还是因为 怎么说呢 就是这个相机还真是比较火 就是因为很多大的YouTuber 他们都是很喜欢用这个相机去拍照 所以我也想试一试看看 这个相机能拍出一些 什么不一样的感觉 主要就是因为它的特别 就是它是唯一一个 是可以用135胶卷拍宽化幅 而且还是能自动曝光的一个相机 而且它体积也挺小 所以这是为什么它这么火 而且它有哈苏的加持 虽然它是富士座的 就是这东西感觉最近两年是长得挺厉害 就是好像前几年的时候 我看以前那些在豆瓣上发的帖子 然后一击两净的话 可能也就一万人民币左右吧 我觉得现在可能价格会稍微高一点 然后我觉得也没有太多可以给大家讲的 或者给大家讲一下 如果你在美国你想买Xpan的话 有哪些途径好了 第一的话就是最简单 你可以在eBay上买 但是eBay上怎么说价格普遍会高很多 因为eBay要收很高的手续费嘛 所以它们羊毛出在羊身上 所以就会把价格也提的很高 而且eBay还要收税 所以你整体的价格会比你直面上的价格会再高10%左右吧 所以eBay我不是特别推荐 其实今年年初我是跟一个卖家联系想买他的Xpan 然后他在eBay上标价是4000刀 但是他实际他想卖的价格可能也就3000多刀 所以你不妨就直接跟他发一些私信问问他 如果能线下交易或者是用别的方式交易 可能你的价格会比较便宜 然后第二个我觉得比较靠谱的是在那些大的dealer上 你可以去买Xpan 就比如说美国比较大的那些二手相机商店嘛 以前有KEH 但自从KEH收税了之后 我就不太用他们家的商品了 然后还有Adorama Adorama的二手市场 其实他们那个价格都还不错 好像一套 因为Adorama好就是你觉得不好 你可以退货嘛 就像KEH一样 就是你在这些大的卖家去买东西还是比较放心的 因为他们有比较好的售后服务 eBay的话就比较麻烦了 当然也可以 你也是如果用PayPal你也可以退货什么都是没问题的 但是Adorama的价格会稍微贵了那么一点点嘛 可能 市价可能比市价贵10%左右吧 Adorama的价格 但是Adorama也要收税 所以就不是那么推荐 然后第三个方式就是你可以在论坛上买 就有很多美国有很多论坛 像那个FredMiranda那个论坛 里面有很多人是会卖东西的 然后还有一个叫什么Phototrick.com 也有很多卖东西的 反正我觉得论坛是个不错的一个想法 你就是如果你去上那些论坛 特别是美国很著名的叫rangefinderforium.com 然后因为它这个是旁轴机嘛 所以在那些论坛上出现的概率会还挺高的 而且价格我觉得普遍是比eBay便宜很多 而且他们都是个人的玩家 所以他们对这个描述的也会比较清楚一点 不像一些eBay的卖家 他们只是拿到这个相机也不知道好不好用 就拿着拿出去卖 所以我觉得如果你要买到一个比较便宜的好用的话 我觉得如果你有钱 你可以稍微加点预算去买低了 大概价格就贵10%左右 但是你买一个放心 如果你愿意冒一点点小的风险 然后比较相信卖家的为人的话 那你可以在论坛上买 这就是我对这个的建议吧 然后自从我2021年开始对expand研究了一下吧 然后我觉得市价现在dealer的价格在3000到3500刀左右吧 就是一击一净 然后还有很关键的东西就是这个中灰净 这个东西不要小看它是一片绿井 但是它的价格还挺贵的 关键是它应该算是有价无事吧 就是大概的价格好像当初发售的时候大概是200多的 过了二十几年现在好像还是200多的 反正而且还买不到 所以这东西有没有用呢 我待会在画质方面再说吧 反正一般来说 如果你买这个相机一击一净的话 可以看看它带不带这个中灰镜 或带不带这个原厂的遮光照 这两个小配件还是比较贵 如果有的话那当然是比较好 没有的话你可以稍微便宜一点 是不是 然后后面就是讲一讲 XPAN的话你要怎么试机吧 因为它XPAN还是蛮容易坏 所以最好的方式就是你可以看一下它的 这个快门次数 就比如说你在开机的时候按住这个键 你就可以打开看一下你的快门速度 好像是这样的 试一试 没有成功 就是按住再打开 然后它会告诉你有个数字 比如说这一线显示300 就说明它按了大概3000张左右了吧 3000张的话算换到大概20卷 大概拍了150 15卷15卷左右吧 15卷是不是 对150卷 拍了150卷左右 对 但它多少寿命呢 我也不太清楚 反正我觉得你能买在500 500就是这个数字500以下的话 我觉得应该还是可以用 用蛮长一段时间的 当然和这个相机的保存方式 各方面有关系吧 然后这个是比较容易看的 然后一般来说这个XPAN它的边角处 都是可能会有些掉漆的 所以如果你看到一个快门次数很高 但是它的没有掉漆的 很有可能它就是后期做过漆啊什么的 然后反正我这个买了就是实用嘛 所以它掉漆我也不是很在意 而且有掉漆我也不用 没事带个皮套啊什么的很小心 就可以随便想用就用 然后其他的你要试的话 我觉得你就可以拿一卷 胶卷可以试一下 因为当你把这个胶卷放进这个机身的时候 它会自动卷偏就卷到最后一张 就是把胶卷都卷卷进去 所以你可以听一听那个胶卷的声音是不是正常 如果正常的话一般来说XPAN会有个问题就是 它这个声音会比较小 这个声音比较小的时候就可能会造成 它的马达齿轮可能有需要保养 这也是一个比较容易去观察的一个部分嘛 还有一个就它比较容易坏的是在 这个画幅转换就是很多时候 因为它是个自动转换的就是你可以试验一下 如果你转动这个它的画幅会不会变 虽然买X30的人是不会用35毫米的这个胶段来拍的 但是你试一试可能还是比较好 就是你要看它这两边这个是不是缩到最里面去啊 这个是比较重要的一点吧 其他方面呢你就可以试试各一档各档的快门 因为它是一个可以在没有交点的时候试快门的一个机器吧 然后你可以自己试一试 比如说六十分之一一千分之一秒 你可以看一下这个快门的闭合程度啊什么的 大致就这样 然后镜头就跟一般的一样 就你就看看有没有霉啊 有没有发霉啊这种问题 然后我们就说一说画质吧 因为我拍了一卷这个XPEN的400的卷 然后就试一试画质 我觉得画质方面我觉得还是蛮不错的 就是比我想象这么好 因为135我怎么说呢 我觉得就是135就算你用莱卡拍 或者是用佳能的那种红圈镜头拍 这个画质也就那样吧 就是你也不能指望它有多好的画质 但是这个画质我觉得特别是45的镜头 因为没有别的 45在中心全开其实锐度还是蛮不错的 但是极限边角会有一点点的湿光和一点点的弧 然后你大概开到F8F11之后呢 四边边角就会比较的均匀 而且比较清楚 所以我觉得如果你是想要在室内拍一些小景啊 或者是拍一点的话F4全开完全是没问题的 而且它也会带有一点点的暗角 这也是为什么它会需要用这个 但是我个人觉得在你用拍副片 特别是拍黑白和副片的时候 其实这东西我觉得没有太大的必要 因为你在后期其实是很容易把这些暗角给去除掉的 然后我也可以给大家看一张对比吧 就是有MD和没MD的区别 其实差别没有那么的大 但是如果你是要拍反转片的话 那特别是你的光圈开在F4到F5.6这两档的时候 他们还是比较建议你去用一下这个的 所以就是说你如果要拍反转片的话 你可能还是需要背一个 如果你拍副片和那个黑白就完全不需要这东西 因为用这东西的话它会降低一档的曝光 就等于说你的光圈就变成5.6了 就是在室内几乎就是没法用 除非你加闪光灯 所以我个人暂时就是不用这个MD filter 除非用反转我会再试一试看看效果 但是在我的副片试验结果上 我觉得这个MD是完全我不需要用的 因为这个差别实在太细微了 而且很容易在后期就能更正 所以我觉得就没有必要 然后说完画质吧 然后再说一说这个觉得值不值得买吧 我觉得这个真的很难讲 就是我觉得这个 就如果你钱够到位的话 我觉得买一个也没有太大的问题 因为这个东西怎么说呢 就是像比特币一样 因为它是比较稀缺的资源嘛 所以这么多人想买 所以它的价格暂时也不会跌到哪里去 会不会涨呢 我觉得和以后有没有供给有关 如果以后出了一些这种类似的宽幅胶片相机 那这个价格可能就跌了 但是在过了这么多年 20多年都还没有出一个宽幅相机的替代屏之前 我觉得价格暂时会保持在现在这个高位吧 也不能说它会涨多少 因为再涨上去 我觉得大家就有更多的选择了 就可能也不会想去买这个相机 然后跌也跌不下去 反正我觉得价格应该是现在在一个高点吧 但是会不会跌 我觉得应该不太会跌 除非就有新的相机出来会跌 然后它的画质也不错 然后便携 然后我觉得便携很重要 就便携的话 就是让更多人会想选择这个相机吧 怎么说相机其实你说贵吧 也不是很贵 说便宜了也不是很便宜 反正就是买来也没有太大的惊喜感 就是还是因为它 因为这个相机我觉得就是 虽然它画幅很独特 然后样子也很好看 但是对你拍摄的要求其实还蛮高的 就因为特别是宽画幅的话 你只要稍微有一点点歪 然后你的画面就会比较的难看 所以你很多时候可能还是需要一些技巧 特别是构图上的技巧 会比用普通135要要求高点 就是算是一个比较独特的一个工具吧 反正我是因为暂时也没怎么拍过 我们这里也下大学出不去 所以等你有机会拍了再试验一下 反正整体来说我觉得这个相机还是蛮值得去玩一玩的吧 反正以后如果大家如果买不到的话也可以去问别人借啊 或者去租赁啊 反正感受一下我觉得还是蛮蛮好的 反正我觉得肯定是比你用35的交卷放在120的机身上方便很多 就是我今天分享吧 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 拜拜